最新的消息 新北市有一个女子怀疑男朋友在外头有小三 竟然在脸书上分享烧炭轻声的过程 夸张的是呢 这期间有九个朋友只有在网路上留言劝说 也没有人报警 目前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由温奇来告诉我们 温奇 好了 主播新北市一名女子疑似怀疑同居的男朋友劈腿 常常不回家 竟然就在脸书上面实况转播她烧炭轻声的过程 那么她贴上了三张照片 写下对这段感情已经非常的失望了 甚至开玩笑的说连到死了都要上脸书 那么在这段期间呢 有九个朋友陆续的劝她不要想不开 但是在这六七分钟的对话当中 竟然都没有人出手报警 也错失了黄金的抢救时间 最后呢 女子在凌晨的十二点五十三分的时候 留下最后的讯息就不幸身亡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访问到她男友的母亲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过去就过去 儿子现在心情勒 黎尤啊 黎尤这个是工作啊 好的 根据了解呢 这对情侣在去年的五月开始交往 但是因为男生工作的关系常常要外出应酬 但是女生呢就怀疑对方有小三才会稍叹亲生 不过女子呢 在脸书上面留言 要亲生打算寻求最后的一点慰藉 但是却没有人伸出援手报警 也因此呢断送一条性命 以上是目前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 这女子呢 在网络上留言 六十七封的时间呢 居然都没有人赶快的报警